因为日前批评韩国瑜力挺总统蔡英文 被开除党籍的前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 之前是指出国民党是为了钱财巴结郭台铭 还算说国民党干脆改名叫做国瑜党好了 27号陈鸿昌是前往新北市府 看到了市长侯友宜是相当的热络 对于敏感议题一概不回答 只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则表示 如果国民党要喂留郭董的话 也应该找回陈鸿昌还有杨秋行 亮出合约 犹豫的时候紧握不放 互动阵线好交情 连致辞谁先谁后也要讲究 讲话也对着台下的永连寺主委 频频点个头 新北大家长对他格外尊重 拍完照后两人频频腰饿多 还不忘地下双手紧握但 可以提名音乐整天打麻将 整天吃喝玩乐 可以抱女人 可以带双方 先前表态挺菜不挺韩 批评韩国瑜遭国民党开除党籍 却看到党中央试图未留 自行宣布退党的郭台铭 这让陈鸿昌好生气 怒批双重标准 还指责国民党是为了签八截郭台铭 今天是永连寺的监管 我们不要混淆四天 一码归一码 今天不谈这个 不要说觉得国民党都是为了郭台铭的钱 这样的觉得真的 对不起大家辛苦了好不好 公开场合不愿多说 那好朋友要帮大家沟通桥梁吗 不管是杨秋鑫县长 不管是陈鸿昌委员 不管是这些 曾经是我们国民党的资深同志 其实应该多把它找回来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思维 对于党内纷争 不急着表态 蓝营最大百里猴 碰上批寒大将 互动难免引发关注 记得陈鸣刘宇俊 李米家新北市报道